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研究作战之余 每日都要亮开嗓子 气壮山河的要唱一嗓子 二狂岛版 齐千数 学兵法犹如反掌 这是京剧界东风中的一句词 唱多了 读书不多的他就有体会了 这一场正北奸机战 由10月21日本开始 23日19时落下帷幕 因为是一场奸机战 大笑俘虏脚获不少 秦机伟就纵这支几个月前 还是由金兵组建了土八路 一战就打成了主力 成为胜利之师 秦机伟不免得意洋洋 于是 他亲自接见被俘的国民党重将领 并且还对手下几枚弄眼一笑 美其名曰 和他们一起切磋技艺 有幸被他接见的 有国民党第九十九军参谋长蛇辉庭 十二隋区正宫式少将 主任王德林 经济处少将处长夏子英 兵战分间少将参谋长陈首尊 二八六式少将高参礼服务等人 全是将官 这些狂妄不可一世的将领们一招 沦为阶下囚 满脸沮丧 见到年轻的司令员秦机伟时 一个个搭拉着脑袋 一言不发 秦机伟倒很随和 笑哈哈的说 各位辛苦了 胜败乃兵家常事吗 大家打起精神点好不好 不好 我们都是军人 谈谈体会 彼此见识见识跑 蛇辉庭说 以贵军将士之战术训练和武器装备 我们惨败至此 实属意外 这恐怕就是天意吧 天不住人 人己奈何也 他大有怪老天之意 嗯 此言倒是也有一点道理 秦机伟点点头 老天爷都不帮忙 那就没有办法了 可他转头一想 不对呀 接着 他又说道 话又说过来了 老天爷为什么单跟你们过不去呢 这恐怕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蛇辉庭张了张嘴 回答不出来了 这时 秦机伟突然想起 战前这些敌将领 平时焦谎不可一世的狂言妄语 就气不打一处来 话方一转 大声说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诸位 别看你们上过这个学校那个学堂 别以为只有你们那几支美国造才是正牌的军队 我们什么学也没上过 但我们什么仗都打过 你可以把古今中外军事经典著名战里倒背如流 但真刀是枪 面对一座城 一个山头 一座铁桥 如何百兵布阵 以为必如我 更何况蒋介石不得人心 天下大事 有目共睹 国民党士气一落千丈 而我军军威则如出生太阳 如此鲜明反差 谁胜谁府 静得不言之中 他一席话 疏落的这些自诩黄埔军校 陆军大学的高才生们 一个个傻了眼 其实 秦基伟的这一番话 正是他这一段时间大唱 借东风 那一句唱词的深刻体会 有去乎 可是 他的读书无用论 很快就被顶头上司刘伯承知道了 一天 他把秦基伟叫去 你说读书没用 对吧 嗯 我没读过书 不识字 嘿 照亮打仗 秦基伟笑嘻嘻地回答 那么 照你这么说 我们都不读书 都去当文盲 革命就能成功 我们就能建设新中国 这 刘伯承一句话就把秦基伟问到了 刘伯承见他不说话了 把一本十字课本书扔过去 秦基伟 你不是天天唱习天书 学兵法犹如反掌吗 一个月后我考试 不及格 小光未明 就这样 秦基伟开始了读书任字儿 后来 他还当上了新中国的国防部长 说起话 写起文章来滔滔不绝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声音乐